2023网飞动作大骗夺魂密令震撼来袭 某国研发出一种科技武器能夺取人的灵 将人们变成失去意识 只知道不停攻击的丧失 山姆所在的雇佣兵小队接到一个营救任务 目标是一位被军阀关押的女性 她手里掌握着该军阀屠杀平民的证据 可当他们五人上岸后 却发现接应的几个向导已经被杀 搜寻过程中山姆在丛林里发现了一个当地土著女孩 对方带着她们来到了森林深处一个营地 四人分成两队轻松地杀进了营地 在其中一个房间找到了营救目标艾莉 可刚从她手中拿到芯片资料 营地外传来一阵嘈杂的电流声和人们的惨叫声 就在小队带着艾莉撤离时 突然出现许多手无寸铁的当地人 不要命一样向着他们发动攻击 山姆等人被迫反击将这些疯狂的人们一一射杀 小队分成两队行动 山姆带着艾莉发现了一台奇怪的仪器 艾莉见到后立即想要举枪射击 山姆把她拦下后 对方却说她会害死同伴 只见那台仪器对着营地内发射后 里面又传来阵阵惨叫 山姆发现同伴的信号失联 返回营地打算通知他们彻底 不料看到好兄弟皮特独自站在篝火前一动不动 他走上前拍了拍对方 可皮特转头却红着眼对他发起了攻击 一番搏斗后山姆鸣枪示意对方停下 可皮特仿佛疯了一样将他扑倒 并恶狠狠地掐住了他的喉咙 山姆被迫用匕首将好友击杀 而当他悲痛地走出营地 发现了另一名光头同伴也失去意识 向对营地外的军阀发动自杀式攻击 最终也被射杀当场 山姆呼叫好友的飞机支援后 爱丽提出自己不打算离开 她还有其他的任务要完成 反正山姆拿到芯片就已经算完成任务了 可当飞机降落后他们立即被佛伯乐包围 山姆的小队之中有些人之前参与过一些犯罪活动 佛伯乐想要知道是谁雇佣了他们 这时一个老头冲进了审讯室 说他们这是在审问战争英雄 老头正是山姆的上级 将他们捞出来后告知了他那台仪器的作用 原本是波兰一位科学家为了治疗癌症而制造的 可这位马祖教授在研究过程中 发现仪器变成了能使人丧失理智的武器 目前教授和武器都在当地的军阀手中 而马祖教授也是艾莉的父亲 所以艾莉才去了那里想要说服对方离开 这件武器在军阀的手中极其威胁 而她得到消息对方在一处废弃的钢铁厂当作临时基地 打算将这个武器重金卖给非洲的另一个军阀 山姆另外召集了两名精英成员短发妹和海王加入队伍 老头也派出了一名精通炸药和通讯的手下 一行人乘坐飞机再次回到了那座小岛 短发占据基地西南的山头架起狙击枪负责支援 另四人分成两组行动 山姆袭击了一辆开往目标地点的卡车 在车厢里发现了被绑着的艾莉 原来对方是假装被抓趁机混进基地寻找父亲的下落 山姆和同旦冒充押送人员进入了基地 艾莉终于见到了教授父亲 不过教授并不是山姆想象中的丧心病狂 而是被迫为军阀服务的 对方用艾莉的姓名让她调试武器 以便待会买家来到后给他们展示效果 教掩武器产生的电流阻断了山姆小队的通讯联络 不久后非洲买家带着土豪金的AK抵达 军阀将一些平民关进了笼子 让教授向他们启动了武器 笼子里的人阴声而道 可醒来后纷纷陷入了疯狂 嘶吼着扭打在了一起 买家为了排除他们是在演戏 指定一个研究员将他扔进了笼子 很快他就被其他人疯狂地杀死 交易完成后山姆加入了押送教授的队伍 他解决了其他人后用枪对着教授 杀了对方也是他们的这次任务目标之一 不料教授让山姆开枪杀了自己 求他就自己女儿爱丽出去 他为了治愈癌症连发了这个仪器 被当成武器后唯一的心愿就是摧毁他 可女儿在军阀手里他也别无选择 此时短发妹的狙击镜内看到了教授的身影 他呼唤山姆却无法联络 于是扣动了手中的扳机